今天来到现场是带着幸福心愿的是吗 带着呢 来 那么有请郭先生上前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来 有请 我的幸福心愿是开一个连锁店 好 谢谢 来 请回来郭先生 想开一个白急摩的连锁店 对 就在你们家乡附近连锁吗 对 我想在我们县城开一个 我就想着我以前那么困难 现在我过好了 我想把这个手艺让大伙都去学习 我就免费传授他们 让他们也过上幸福的生活多好 好 那今天我们老板们会怎样 帮到郭先生 来 有请 我觉得二位嘉宾这种勤奋的精神 特别值得我们学习 但是再忙也要注意身体 我们忠实环硕传媒呢 愿意用我们的资源加以推广 改善我们高质量的生活的同时呢 能让大家吃到更美味的美食 人生的经历啊 在青春年少的时候 所吃的苦 终究会在以后呢 回报到你 我们长存康达医院减肥基地 愿意对您的心愿呢 给予助力 同时呢 我们更希望把您的技术呢 引入到我们医院 给我们前来做减肥的消费者 包括工作人员呢 去品尝您的技术和美食 杭州闪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庇物库中心呢 就是教育 我们是不放弃的 对下一代的孩子们来说 但是我们一样的 你们在社会的大学里面 历练了很多 从困难的时候 走到了现在富裕的经过 就是不放弃 刚才你又对你太太那首歌啊 特别的有感觉啊 我觉得您唱的 比您说的还要好听呢 那首歌是我自己写的 我就是写给她的 你自己写的 哎呦 太棒了 真写的好 给您点赞了 看世界深圳国旅呢 为您两位呢 提供一次这个蜜月之行吧 我一步您之前的那种 比较清贫的那一段日子 广州美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也有自己的传媒机构 可以帮助你们去做 线上的一个个人IP的打造 可以帮助你们 吸引更多的一个流量 也帮助你们 吸引更多的客户 和能够帮助你们 去开连锁店的 这样的一个文化 它还有这样的一个 店铺的一个宣传 好 谢谢 谢谢